观众朋友对于这位艺人应该有印象 他是沈海荣 演过京剧更是终世当家花旦 经典戏剧《一剪煤》或是《梅花烙》 都是当年电视台热播的戏剧 而他卸下明星光环 投入紫绣艺术 推广他独创的紫绣记忆 我想给我一个机会 跟他们说 我需要一个时间续元机会 自我创作 再不创作觉得人生没有进步 你要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历练自己 沈海荣投入紫绣艺术超过十年 这次印佛光山永和学社 在滴水书房举办 指之人生绣传情 传承世代滴水情展览 住持妙佑法师表示 这手工精细的紫绣 相信可以让人看到沈海荣的执着 沈老师他还在荧光幕 演出给大家看 但是在他这么忙碌的 这个明星的生活 还能够来创作这样子的一个紫绣 然后其实他想要传递的是说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学习的 只要你有心希望把美的东西 传递给所有的人 其实都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我希望我的舞台人生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沈海荣一次当做刀马蛋 所以我创作了身上的鱼鳞甲 然后就是我曾经穿的战袍 然后这个是鱼鳞甲 这个是护铁盔 就是我曾经在舞台上演金剧时候 所穿戴的衣服 我用纸绣 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的绣化 然后用剪一孔一孔的慢慢的剪 一针一针一孔的做出了这副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传递 我心里面想跟所有 知道我沈海荣的观众们 关心我的影运们 给你们合而为一的一个创作 用图 压 刺画等技巧 结合东方传统刺绣 剪纸 压花 还有欧洲紫蕾丝艺术 独创出何必东西的纸绣手工技艺 展现沈海荣在艺术上的创作天分 同时他因为拍戏受伤 难有机会再演出金剧里的刁马蛋 特别透过纸绣 创作出当年在金剧舞台上 穿戴的战袍衣饰 再现刀马蛋的舞台人生 也让大家看到纸绣艺术的精彩风华 中家新闻年龄刘凡刚 永和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